美股科技巨頭砸踏錢投資AI 但是在Q2的財務報表公布之後 華爾街越來越擔心 AI投資的變現能力 人工智慧會不會泡沫 最重要的觀察指標 就是X越來越高 股價就會撐不住 做X的 做X的 這些都會賺到錢 但是這些雲端大型的供應商 會不會賺到錢 目前看不出來 今天我們就找來科技專家曲伯 來告訴你 美股科技巨頭本 是不是真的能夠挖出金礦呢 一起來聽聽他的分析 路易珍我們之前在聊 AI手機的時候 你很期待 其實2024年蘋果壞星期 對啊 馬上9月了嘛 對啊 因為每一年他的新品新的科技 我都想當第一個去試用的人 對啊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很多負面的新聞 就是不是那麼樂觀的新聞 有啊 因為我跟我朋友 這樣講的時候 都一片死急 沒有人說 哦 我也會耶 我也會沒有 我好像是唯一一個白老鼠 是 所以我們今天 我們面對這種科技浪潮 我們就要請教曲伯 對啊 那曲伯其實最擅長 就是用白話文來幫我們科普 那究竟AI目前發展到什麼樣的領域 會到什麼樣的階段呢 所以我們要先了解到底什麼是AI 這個人工智慧呢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做訓練 第二個階段叫做推論 那麼第一個階段訓練呢 就是要把資料輸入電腦 找出規則建立模型 所以大家常聽他們說什麼 AI的什麼什麼模型 指的就是那個資料的規則 那麼有了這個模型之後呢 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也就是所謂的推論 所謂推論呢就是利用建立好的模型 來預測未來 所以今天呢 我如果把人類講過的話 去輸入電腦 找出規則建立模型 那這個模型就是聊天機器人 所以呢 當我問這個電腦什麼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推論要回答我什麼 才會是我想要的答案 這個就是所謂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的第一個階段呢 實際上是雲端的伺服器 因為訓練需要收集大量的資料 需要大量的運算 但是模型訓練好之後呢 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就是推論 那推論這個運算呢 可以在雲端進行 像我們平常用ChatGPT 你輸入一個問題 大概要等10秒鐘 他才會回覆 為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 要丟到雲端的伺服器 推論運算完再丟回來 大概就是10秒鐘 所以呢 未來這10年 大家想要推的 就是所謂的 終端人工智慧 也就是呢 在我的手機 在我的電腦上 就可以直接做推論運算 所以當我問問題的時候 我的手機或者電腦 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 一秒兩秒鐘 就告訴我答案 那是不是蘋果9月手機 他可能會有的特色嗎 那為什麼市場上面 大家的反應是這麼冷淡的 對 大家幻想的終端裝置是什麼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 就是有一部電影叫鋼鐵人 大家一定記得 鋼鐵人裡面的男主角 叫Tony 對不對 他遇到任何問題 會問誰 他會 Travis 史達克 非常好 史達克企業的企業大腦 就叫Travis 大家想像一下 你會心動想要換機的手機或者電腦 含有人工智慧功能 應該是什麼樣呢 我先講我的想法 我認為就是我的手機一打開 就會有一個Travis跳出來 說主人你好 有什麼我幫你 而且還會考生你這樣 他可以跟我聊天 聊一聊 然後我要查任何的資料 他就會幫我去找 找完之後把答案整理好告訴我 然後我今天跟別人通話的時候 約時間 下個禮拜六幾點幾分在哪個餐廳 他就自動幫我把所有聊天的內容 轉成形式地幫我記錄好 然後會議到的前面 他還會再提醒我 主人你今天早上幾點幾分 有幾個什麼會議 然後下午有什麼會議 甚至我開車開在路上 塞車了 他會說主人其實你不要走這一條 你要繞另外一條會更快 但是現階段 第一階段推出的這一些終端裝置 它的功能都還太陽純 人工智慧的推論運算 要放在手機裡面 就必須讓手機的處理器 裡面要能夠內建一個 人工智慧的加速器 這個加速器就是在做 推論運算用 可是因為現在的 終端裝置的處理器 它的晶片尺寸有限制 它放進去的加速器能力還不夠 就會造成 第一階段 也就是這兩年推出來的 AI PC AI手機 提供的功能都很陽春 那這種陽春的功能 我認為就很難讓一般人驅動想要換機 所以我們在看的話 如果剛按照曲伯的這樣子的見解的話 那如果說真的要能夠達到 就是我們像Travis這樣子的話 大概還需要花多少時間呢 我個人認為大概還需要三到五年的時間 是等晶片縮小嗎 應該說是要等這個先進製程到一個程度 能夠在終端晶片 不要太大的狀況下 能夠把更多的這個加速器放進去 讓我們可以把整個這個大型語言模型 都可以在終端的裝置上面執行 那這個需要大概我認為三到五年的時間 再加上就是相關的這些軟體 也需要時間來成熟 哦 Truple剛剛說要三到五年 AI的手機才會發展到 我們真的想要的那樣 可是現在市場上 已經這麼樂觀了 所以華爾街有市景 那你怎麼看 會不會現在這一波樂觀 反而是重演2000年科技股的泡沫 各位知道這個人工智慧 剛剛說可以回答這些問題 就像聊天機器人一樣 有一個Javis對不對 可是現在遇到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是這個等功智慧會一本正經 胡說八道 對 大家用過ChairGPT就知道 對 為什麼叫做一本正經 就是因為它回答你的句子 會讓你覺得它是人 嗯哼 好像有一個人在跟你對話 這個原因就在於 它背後的演算法 是一種計算機率的演算法 而這個演算法呢 它的要求是 它回你的句子 要讓你覺得它是人 嗯 為什麼會胡說八道 因為那個句子的內容 可能是錯的 對 那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你又跟Javis在聊天 對不對 就像那個鋼鐵人裡面的 男主角Tony 結果你問Javis一個問題 結果他去網路上 搜了一堆亂七八糟 然後隨便亂回答你 嗯 那這個當然就不是你要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一個技術呢 我們把它稱為 深層式資訊檢索 我稍微解釋一下 所謂資訊檢索 那個叫Information Retrieval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 Google的搜尋引擎 以前的搜尋引擎呢 是我要搜尋資料 搜尋完之後 就會得到一個一個連結 嗯 那我們就要一個一個連結 點進去看 才能找到我要的資料 對 這個就是所謂IR 資訊檢索 未來的資訊檢索 會走向深層式資訊檢索 GIR Generative IR的意思是 我有任何問題 我問電腦 這個電腦會去幫我搜尋 搜尋完之後呢 他會幫我把答案整理好 直接把答案告訴我 生成一篇 就是生成一個文章 那這個技術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在做 包含Google也推出這個Gemina 另外呢 這個OpenAI 他後來也推出了一個叫 Search GPT 另外有一家新公司 叫Publicity 他們也推出了一個 這個搜尋引擎 做同樣的事 這個都號稱是要把Google 打敗的這個新的搜尋引擎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用用看 你就會發現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他資料搜尋完了 重新排列組合告訴你的時候 裡面還是會有錯 這個還是回到 原來我說的演算法 他在技術上的限制 造成他會一本正經 胡說八道 各位想想這個搜尋引擎 如果會胡說八道 那這怎麼用 所以我想 人工智慧會不會泡沫 最重要的觀察指標 就是你看看今年 甚至明年 這些聊天機器人 這些搜尋引擎 是不是正確率越來越高 如果正確率越來越高 就代表他的實用性越來越高 那麼將來他的應用 就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基本上 就不會有泡沫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發現 今年明年後年 怎麼聊天機器人 ChordGPT 永遠在那邊胡說八道 那你就知道在技術上有困難 沒有辦法突破 那基本上這個產業 大概就會成長趨於平緩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我個人認為它不會掉下來 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是對於AI有基本的需求 是 我最喜歡舉的例子是 那個Google翻譯 我想大家都知道Google可以翻譯 那你們覺得Google翻譯翻得好不好 很好了 我覺得它的準確率是夠 但是它對雙關以後更深層的文字 常常還是有些錯誤對不對 對 但是我還是常常用啊 對啊 為什麼常常用 因為它會節省我很多時間 方便 方便 所以AI將來大家還是會常常用 至少你生成一份報告 你叫AI幫你生成 然後你再改一改就可以交出去 但是其實我們每次在說作業 我都看得出來 這完全就是AI做的 對它那個語法不一樣 是 所以還需要修改 但重點是如果未來的狀況 是AI成長趨緩 股價的反應就不會是這樣 股價就會撐補助 這是很正常的 所以許柏就講到一個重點了 因為其實現在啊 就是應該說從2022年開始 其實大家都大值的投資 就是華爾街 對 然後大家覺得就 我們都看到NVIDIA真的是有賺到 可是其他投入AI產業的 包括軟體 包括做韌鐵 其實他們好像都沒有真正的獲利 而且現在我聽到很多科技業的跟我講說 他們現在不知道怎麼把它變現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擔心有AI泡沫的原因 許柏你怎麼看 對 所以就講到這一波AI投資最多的 其實就是這些所謂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像Google、Amazon、臉書、微軟 甚至OpenAI這些公司 這些公司砸出來的錢 都是幾百億幾百億美金 但問題是他們怎麼回收 還記不記得前一個月 這個股市才大跌一頓對不對 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投資人question這些公司 你們的投資怎麼賺回來 結果這些公司講不出來 事實上確實是講不出來 可是問題是 這些公司要投資AI 他們就需要伺服器 需要終端裝置 需要晶片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就是好像你要開一間餐廳 你就一定要買鍋子 這是一定得買的 那餐廳會不會賺錢 不一定 但是賣鍋子的一定會賺錢 因為你一定要買鍋子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些雲端服務供應商 會不會賺錢 坦白說不知道 目前看起來確實不知道 但是這些相關的硬體供應商 包含輝達 包含台灣所有的這些伺服器 代工廠 台積電 肯定會賺到錢 所以我想 未來這兩三年的狀況 就會是這樣 做硬體的 做晶片的 做代工的這些 都會賺到錢 包含什麼散熱 機殼機櫃都會賺到錢 但是這些雲端大型的供應商 會不會賺到錢 目前看不出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雖然這些硬體供應商 都會賺到錢 但是當整個股市 在悲觀的時候 要跌是大家一起跌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 大家的question是 這些大型雲端供應商 怎麼賺錢 結果連一定會賺錢的台積電 也跟著跌 對 所以我想 股票市場的反應 跟產業的狀況 會稍微有些不同 Tuber可是我一直搞不懂 如果這些大的科技巨頭 他看不到一個 準確的變現的路徑 那為什麼每一個人 都一定要花這麼多的錢 投資AI 如果關注本業 把本業做得更好 不就好了嗎 這個是好問題 事實上 AI就是它的本業 我舉個例子 我們剛剛說搜尋引擎 Google很大 搜尋引擎很好 可是問題是 未來的搜尋引擎 叫做GIR 我剛剛才講 深層式資訊檢索 以前的搜尋引擎 叫資訊檢索 那Google如果今天他不投資 深層式資訊檢索 想辦法技術突破 那這樣子 另外的競爭對手 譬如剛剛我們說的 Propelicity 或者是Search GPT 那是OpenAI做的搜尋引擎 是不是有一天就會把Google給取代掉 對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些公司他怕落後 他就不得不必須要去投資 但是投資人會怕的是說 你投資了 你也不一定賺更多的錢 這就有點尷尬 就是對他站在他的立場 他一定要投資 但是站在投資人的立場 擔心他投資之後 不見得能夠把那個錢賺回來 是 我個人認為其實這個投資 他也是必須做 尤其前面幾年一定是必須要先 撒錢 先確定這個技術到底可行性怎麼樣 那他們當然也會在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做這樣的投資 反倒是原來就在燒錢的公司 壓力會比較大 像OpenAI OpenAI預估今年要賠40億 35億到40億美元 他是新創公司 就會比較辛苦 那像Google是本來就賺錢的 像微軟是本來就賺錢的公司 他舊有的營運模式 可以持續讓他有營收 來燒 所以他不怕 是 反而是這一波是新創的公司 在沒有辦法賺錢的狀況下會比較辛苦 是 但如果說從這個硬體或從生產面來看 其實NVIDIA 現在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之一 對不對 晶片上面 那他有沒有他面臨 未來可能會面臨的挑戰 我覺得NVIDIA是這樣 他做的是圖形處理器 那人工智慧相關的運算 用圖形處理器的運算效能 會比中央處理器好100倍 所以確實這個圖形處理器 現在是大贏家 那圖形處理器目前的供應商 主要就是兩家 應該說三家 三家 三家 輝達是第一名 這個市佔率高很多很多 八九十Percent 很大 再來就是這個AMD AMD 那第三名當然理論上是Intel Intel有圖形處理器 就是那個市場非常小 那輝達目前是獨霸 那更重要的是硬體之外的軟體 因為工程師已經習慣用輝達的 Cuda這個軟體開發環境 當你被軟體綁住的時候 你要換平台就很難 是 就像今天我們習慣用Office 編輯我的文書 突然有一天說 你不可以用Office 你要換用另外一種 那跟know how也有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轉換平台就是一個困難 所以目前的狀況呢 輝達算是寡讚 但是相反的 這個也是它的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可能被質疑 有沒有這個反托拉斯的問題 事實上國外已經有指控這件事 所以我想 不管怎麼說啦 這個以市場目前的狀況來說 它確實是獨大的 所以對它來說 那個門檻已經建得蠻高 競爭對手不太容易打垮它 AMD呢 它相對能夠賣的只有晶片 那會用的通常也是雲端服務供應商 為什麼 因為這種雲端服務供應商 通常他們的軟體能力是強的 嗯 他們有辦法解決軟體的問題 嗯 但是一般的中小客戶 如果要自己建這個AI的環境 通常不太會去換這個開發環境 嗯 所以這一塊我認為大部分還是被輝達綁住 嗯 那我覺得科技圈在聊AI的技術發展 但是投資的角度會是覺得說 整個願景當中到底有沒有哪一些地方 是被過度吹捧的 這個是很擔心想要提前知道的有嗎 其實坦白說 這些科技非常有名的人 包含惠達的執行長 華人勳執行長 包含OpenAI的執行長 Sam Elteman都一樣 他們常常在鏡頭前在講AI 都把它講的讓大家以為 好像這個AI就快要有意思了 快要會思考了 快要達到所謂通用人工智慧了 我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通用人工智慧 我們剛剛說人工智慧 就是把資料輸入電腦 找出規則建立模型對不對 人類的大腦基本上只有一個模型 可是人類卻可以學鋼琴 可以學下棋 可以學開車 這個就是人厲害的地方 可是電腦沒辦法 事實上人工智慧是找出資料的規則 那目前的狀況 你要下跳棋你就要一個模型 你要下圍棋就要另外一個模型 因為不同的棋它的規則不一樣 你很難用一個模型 找出一個規則 它就可以下所有的棋 甚至開車 甚至學鋼琴 目前是做不到的 那他們一直強調通用人工智慧 甚至說這個三年內就要實現了 事實上我認為這個就是過度的吹捧 事實上通用人工智慧 我認為五年甚至十年內都絕對做不到 原因很簡單 因為真的不要把人工智慧裡的 類神經網路想像成人類的大腦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人類的大腦能夠做到 用一個模型去做所有的應用 那是因為我們大腦的神經細胞 它是用化學物質在驅動的 但是我們現在的電腦實際上用的 叫電晶體 那個電晶體就是台積電在代工的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不是用化學物質驅動 它是利用電流驅動 而且是只有零跟一兩種狀態 所以它就是一個計算機 所以簡單的說就是 現在所謂的人工智慧是一個軟體 它運算用的電腦就是一個計率 計算機在計算機率而已 所以大家想想計算機 再怎麼會算 它就是加減乘除 那個東西怎麼會有意思 是 不可能 是 那利用這樣的模型 只是在整理資料的規則 所以你一定是針對特定應用 去整理特定規則 這樣才會精準 所以未來這十年 我們可以打個讀 基本上要發展這個大型模型 你就會發現 去做任何一個應用 樣樣通 樣樣鬆 都不精準 那最後就是不堪用 那相反的 小的模型針對特定應用 它會很精準 那麼實用性就會高 譬如說這個模型做翻譯 它翻譯得很準 那是不是就很有用 對 這個模型可以陪你聊天 它聊天 問答都是內容都對 這樣就很好用 所以未來的趨勢 一定是多個小模型 然後精準的應用 來幫助我們 我覺得這個就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對 因為在未來的這個應用裡面 其實還就會回歸到 就剛剛講到計算機 本身的這個主神 就是電晶 就應該說是晶片嘛 那我們剛剛除了講到台積電 其實大家另外一個會 就會關心就是Intel Intel在第二季 它財報一公布之後 它股價就有重疊 但是我們外行人 其實看不出來 到底它發生了什麼事情 Intel這個公司坦白說 它是一家很有創造力的公司 但是過去有一段關鍵的時期 它在做選擇的時候 沒有選擇對 那不管怎麼說呢 第一就是它發展 圖形處理器的時機太晚 事實上Intel很早就有 圖形處理器的技術 只是它是把它內建在 中央處理器裡面 結果沒想到2012年 有科學家開始使用圖形處理器 去做人工智慧的運算 結果發現它的效能是 中央處理器的100倍 從那個時候開始 全世界的科學家 通通都用圖形處理器做AI 那黃文勳執行長就看到這個商機 他秀到這個商機 他立刻把公司全部的資源 投入這個領域 所以原來做遊戲的反而變得不重要 你們去看現在輝達網站上 還有做遊戲顯示卡 但是已經不重要 擺在角落 它公司80% 90%的資源 全部都壓AI 這裡面包括晶片重新設計 推出適合AI的晶片 畢竟原來的圖形處理器 是處理圖形的 它不是AI 所以它就推出了所謂GPGPU 就通用的圖形處理器 然後再來最重要就是軟體 我剛剛說它推出這個Cuda 這個軟體就是大家都已經習慣使用的開發環境 所以這樣的投資讓這間公司整個都翻好幾倍 反觀Intel 對啊 那個時候Intel在做什麼 那個時候Intel基本上 它的執行長是財務出身的執行長 大家知道其實財務出身的人 比較care的是財報 對啊 當你說技術主管跟你說 我要投資幾百億美金去做人工智慧 對 我覺得以財務的角度就會覺得 這個錢一頭 我本來今年EPS可能是三塊錢的 這個錢一頭剩三毛 對 那如果是財務的角度看一定不做這個 而且跟這個股東怎麼交代 對不對 大家都會來crush你 對 但是相反的 如果今天像黃仁勳執行長 他本身技術出身 他就很明確的知道 就算今天我燒錢我也要做 因為我知道三年五年以後 這個就是趨勢 是 所以我想這個兩個剛好是很鮮明的例子 就是一個做了正確的決策 一個可能不願意投資 就做了這個錯誤的決策 那等到後面已經輸掉了 你要再追那個難度就高 這是圖形處理器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晶圓代工 晶圓代工這個製程 台積電一直都是領先Intel的 那Intel在製程良率這個部分 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所以他的先進製程 現在是落後台積電 雖然他號稱今年要量產 三奈米製程 但實際上他的產能也不夠 他要幫自己代工 因為他自己有處理器 他又要幫別人代工 這個其實難度非常高 所以我認為未來大概三年 台積電是在先進製程 這塊是沒有競爭對手 對 可是如果說像台積電 因為他現在幾乎是所向無敵了 對不對 如果是按到三連之內 那他們未來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呢 我覺得台積電現在 可能面臨的最大風險 還是地緣政治 這就是為什麼客戶會要求 他要去美國設廠 要去日本設廠 去德國設廠 最近才剛宣布 去德勒斯登 這個其實就是客戶會要求 要分散風險 那這三個地方裡面 讓我們要警惕的是日本 一方面是日本人的工作態度 這個絕對跟台灣有比 那第二方面是日本的政府效率 沒話說 人家的補助款都已經到位 你看廠蓋了補助款馬上到位 對 再來就是你看他建廠的進度是最快的 立刻就趕工完成 對 而且一開始是成熟製程 但是接下來就是先進製程 所以以台積電的角度 日本完整的材料跟設備 日本都有 所以我這邊其實要提醒台灣政府 事實上 日本他們有完整的半導體供應鏈 設備材料特用化學品都有 他缺的是先進製程這一段 那台灣現在因為台積電 先進製程做得很好 可是我們的設備材料 特用化學品都缺 台灣能做的材料或者是設備 都是屬於中低階的設備 先進製程用的中高階的設備 我們是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假設連先進製程這一塊 都去日本設廠 那等於是把日本全部產業鏈 完整補齊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勞工 又有這個使命感 這個努力的程度又不輸台灣 他們唯一比台灣高的 可能是人事成本 可是最近日幣已經跌了很多 對 所以你要看人事成本 台灣現在也沒有競爭力 所以整體而言 台灣現在缺的就是 我們必須把先進製程的材料 特用化學品 還有設備這一塊 想辦法補齊 這樣我們才能跟日本平起平坐來競爭 否則的話呢 將來真的日本有完整的 這一套半導體供應鏈 台灣反而不見得有競爭力 這個我覺得是我們未來的危機 必須政府要投更多的資源 那當然廠商也要有這種覺悟 講到這個我記得曲伯之前有說 在整個半導體世界裡頭 下一個戰場是先進封裝 這又是什麼概念 那因為先進製程呢 這個晶片呢 做到極限之後啊 要再縮小 難度是越來越高 而且成本暴增 客戶的接收度也會降低 所以解決的方法呢 就是用封裝的方式 把更多的晶片堆在一起 就跟那個汽車 那個現在電動車的電池一樣就對了 類似 現在電池你要縮小的方法 也是想辦法堆起來 3D變更高 把它堆起來 所以未來的趨勢就是用先進封裝 來堆疊這些晶片來降低成本 但是呢也能提升效能 那我想台積電 當然投入先進封裝很多 當然intel三星也不遑多讓 他們其實也投入很多 那目前台積電還是保持領先 那重點是它的製程跟先進封裝 目前整合起來都是領先的狀態 所以我才說未來3到5年 其實台積電是沒有競爭對手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雖然台積電的先進封裝是領先的 但是它裡面用到的材料 幾乎都是進口 對 這些材料其實台灣做得出來 但是台積電呢 因為可以從國外 輕輕鬆鬆就買到 你就不會想要自己做 所以我常開玩笑的 你如果能買得到便當 你就不會想自己下廚房 一樣的意思 所以事實上 我認為台灣人做得出來的東西 台積電應該要優先嘗試使用才對 是 這種投資一定要做 不然等到有一天突然發生什麼變故 供應鏈只有一個 發生什麼狀況你會措手不及 是 無論如何一定要有兩個三個供應鏈 互相競爭 台積電才會立於不敗之地 是 你知道今天我聽曲伯跟我們來分析 其實我覺得我們不僅僅是 請就要科普一下AI 其實我們甚至看到未來的模樣 慢慢來呈醒 謝謝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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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